好不容易画出一张自己满意的脸 但让你加上身体 哎 我人麻了 没事 你找到教程练起了火柴仁 但火柴仁的线条和我们的躯干粗细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里教你一个新的方法 用到的是自带气笔里的硬化笔 通过调整笔刷的大小来做出躯干的粗细变化 这一步我们就要确定好头身笔 从头 胸腔 盆腔加上四肢 依次概括出它的动态 实在调不准笔刷大小的 也可以找我拿猜数 确定好了大型 就可以简单勾勒第一遍草稿了 后面就是西化的过程 这一步想做的丰富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学会了就赶紧动笔吧